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你都好吧 看到我这乱糟糟的后院 给大家瞅一眼 一直下雨 而且气温一直不高 所以我的院子 真的都还没收拾出来 真的也是个懒人 在江最近的事情 确实有点多了点 所以就懒得跑 懒得弄 这么小的院子都不收拾 今天也是 请大家随意的看一看 赏赏我的新买的几盘花 准备给它种起来 这两颗就是海棠 只是因为这个海棠 其实它的花很大 但是刚才被我剪掉了 也是因为花要卸了 很大垂头 然后我就觉得 对这一颗小小的猪 我觉得它承载不了它 压得很厉害 所以我把它剪掉了 它的名字是这个 算是红色吧 正红色的 然后这个是带橙色的 在镜头里面会显得红一点 实际会更橙色一点 但是它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也很好看 好 接下来就是这颗牵牛 看它也是符合我今年的审美 粉嘛 白 就是这样 不过现在花不太好 没关系 掐一掐到时候它就会长好了 后面的这颗粉色的 是一种 没红色吧 其实深粉色 这是一颗石竹 我今年的 原来给大家拍过 我院子的石竹 拍过几次视频 石竹真的很好养 还有香味 但是去年实在是太冷了 零下15都 石 那就我的石竹 反正今年都没有发出来 可能都是死掉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盆 而且这一盆是花型很小的 关键就是它还是在特价的 我觉得它状态也不错 所以我就买回来了 它是这样 花很小 我觉得我很喜欢像这样的一个 一片让它在那个盆里面爬吧 这颗我觉得是我今天要想要重点分享的一颗 这是一颗天竹葵 但是它这个天竹葵 你看它是有Ivy legal 它这个是据介绍的 它是可以像牵藤一样 可以爬藤 它的径可以长得比较长 所以可以垂坠或者是攀爬的那种 有点那种效果的 而且它的叶子比较硬 看 它比较硬 我觉得很好看 像这种 这种形状很好看 而且它中间有一些 绳子 而且它的花呢 就是这个样子 也是粉白色的 像小仙女一样的那种感觉 有点虫瓣的效果 我很喜欢 非常喜欢这一颗 我很期待它 也是因为它那花瓣 因为下雨 之前是 它是有花的 后来我把它花剪掉 插家里 我就没把它拿出来 但是就跟这个上面 是一模一样的 我很喜欢 我很期待 等它开花了 待会跟大家 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 这个也是粉白咯 美人音 也没什么可说的 后面是一个重点 来 看这个 这是我的 看 这是我很难得 在这边还能找到这样的 这是 我今天是语无伦次 这是漏斗花 漏斗菜 看它是这样 这个名字实在是 对不住它这样的颜值 它这种呢 是有虫瓣效果的 而是花不大 像一个个小铃铛 很好看 深紫色的 小铃铛 它的叶子 我觉得它也是 观赏性蛮高 是这种花叶子 它是这个 它是mix 但是我这一颗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深紫色的 很好看 它是很好看 而且它是比较耐寒 因为我去年有一颗 今年又发出来了 我觉得可能它也是 比较耐寒 比较容易 像这种极寒天气 可能在温哥华 也是可行的 就期待 看 这个很好看 是不是 给它再欣赏一下 摇一摇铃铛 花不大 花不大 好 然后 这一颗是 飞出雏菊 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只是 我挑选的是 这种个头 不是很大的 它的花也不是很大 就是这么大 因为在苗圃的时候 看到有的是 特别大 一盆里面 可能就是两三颗的样子 都长得很大一盆 我觉得那个有点 像某种菜 或者甚至是 它那花朵 我觉得跟我的脸 差不多大 大冰脸 所以我觉得有点像 像是葵 或者什么 我觉得有点傻大傻大的 我觉得 好像也不是很可爱 所以我就 然后这个花 放到它们中间 我觉得 哎呀它好可爱 所以就 就买下来了 就把它拿下 它确实就是这么小小的 然后这两个 就是铁筷子 这是虫瓣的 这是我很想要找的 但是现在就是 我找到了 这是两个虫瓣的 它都是这个 婚礼聚会系列的 像这个是 有些芯 有些波浪 这个是这样的 有个像羽毛一样 渐变的这个效果 我很开心 非常开心 找到这两颗 这也是我 这就开心了 我能找到它 因为在温哥华地区 冬天确实是 一直阴雨 然后没什么花 但是它 铁筷子就是在 没有花的时候 它们在开花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值得拥有 所以我能找到 而且能找到虫瓣的 太开心了 跟大家分享 很开心 我也期待 希望它 能够不是货不对版 一定是要对版 请对版 好不好 我没买错吧 因为它只有叶子 我也不知道 希望都买对了 还有这个小花 再分享一下 这个是买了一颗 橱菊 蓝紫色的 期待它吧 好 那我今天的一个 整体的分享 就在这里 真希望温哥华的 这个春天 能够赶快的 天气能够 朗和起来 我能够 把小便好好收拾一下 到时候再请大家赏花 好 那今天的视频 就在这里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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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